有网友晒出了郑一剑开演唱会的视频和照片 引发大众热议 55岁的郑一剑身材很有型 还和当年一样帅气 他穿着花纹短款小衫 十分精神 好似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看到偶像如此给力 不少粉丝尖叫连连 演唱会的气氛一度达到了高潮 本来一切都有序进行着 可接下来他老婆蒙家慧的一番操作 直接改变舆论的方向 网络瞬间骂声一片 从打招呼到自我介绍 蒙家慧一直在说日本话 没有一句是中国话 现场的人全都懵了 大家听不懂也相当气愤 都说家仇国恨 中国人的骨子里多多少少都有些热血情怀 蒙家慧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首先你是日本人吗 你只不过是移居到那里生活罢了 干嘛全城都说日文 难道忘记母语了 还有吃饭操作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老公在中国圈前 老婆在现场大秀日本话 这是国际联合演唱会吗 你们的算盘还挺精明的 总之 郑一剑的妻子沉浸在所谓的高级感中 无法自拔 现场的观众只能举着手机录像 很多人表示对这场演唱会极其失望 视频一出 网络从最开始的期待变为骂声一片 有人说他崇洋媚外 有人说他忘本 更有人直接将郑一剑骂得狗血淋头 作为盟家会的丈夫 郑一剑不应该管管吗 郑一剑这次虽然错不在他 却也怪他 相信肯定会有人说 或许郑一剑两口子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不妥当的地方 那么演唱会结束之后 连个回应也没有 这是不是太不应该了 假设郑一剑还在乎自己在中国的市场 就应该声明一下 圈完钱直接走人 吃相未免太难看了吧 作为两代人的青春回忆 笔者对郑一剑还是很欣赏的 相信很多网友都有这种感觉 但这次之后再无感了 至于盟家会本来是要住镇的 没想到帮了倒忙 相信网友和粉丝 不会再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以后再想来捞金 怕是不可能了 对于盟家会带篇郑一剑的说法 网络也说了不少 两人自从2013年结婚后 就很少出现在屏幕之前 一直以来他们都十分低调 后来港媒报道 盟家会移居日本的消息 甚至早就在日本买好房子 对于这一点 网友虽然有情绪 但并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住哪里是人家的自由 来到日本之后 真一剑名上了日本的电玩 盟家会跑去做生意 主要是面向华人移民 和房地产之类的 说来说去 还是挣中国人的钱 有网友喊话两人 既然已经走了 就不要回来再挣中国人的钱 有点骨气好不好 盟家会的确太重扬媚脉了 甚至忘记自己的跟在哪里 希望真一剑就这件事情做出解释 不管你今后在不在中国发展 都必须说清楚 给大众一个交代 还有盟家会 既然支持丈夫来中国圈钱 就把姿态放低一点 不要搞两面派 这做法很令人作偶 如今这一件事件登上热搜 不仅仅是娱乐圈的新闻 更是社会性质的大新闻 在这个充满多元化的时代里 我们要包容 要尊重他人 但凡事都是有度的 反正这件事情之后 笔者的心 哇凉哇凉的 各位意下如何呢